俄罗斯空军基地和FAB航空炸弹仓库 遭乌克兰无人机远程打击,损失惨重 俄军先进雷达被毁,价值一个亿 以军出动F-35战机,轰炸俄空军基地 距离轰炸俄海军基地不到十天 被以色列宣布禁止入境后 联合国秘书长强烈谴责伊朗 以色列带到50年南建梁机 哈梅内衣和核设施成目标就在这几天 谁怕谁,以色列和伊朗军力比较 聚焦战场动态,剖析地缘争端 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 视频之所不易,请您尽量看到最后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并请老朋友先给我们一个点赞 新朋友等看到最后再做决定 谢谢大家 最新消息 乌克兰安全局的无人机 袭击了俄罗斯沃罗涅日洲 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市的空军基地 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轰炸 现场浓烟滚滚,一片火海 此地距乌克兰340公里 该军事基地是苏34和苏35战斗机中队的所在地 据报道 SBU无人机袭击的目标是 KAB炸弹仓库 苏35和苏34飞机停放处和航空燃料库 乌克兰人显然是有备而来 目标明确 对乌军造成巨大威胁的 携带KAB滑翔炸弹的 苏34和苏35 正是从这些距离乌克兰边界数百公里的 俄罗斯空军基地起飞的 当地居民报告说 爆炸和火灾持续了整整一夜 Forums数据显示 有好几个招火点 目前仍在对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 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 在第二届国际国防工业论台上表示 乌克兰每年可生产400万架无人机 目前已签订了150万架无人机的合同 乌克兰政府还启动了一项 对无人机操作学校进行认证的试点项目 他还指出 乌克兰军队已经在使用一种新型乌克兰武器 远程圆面包导弹无人机 另外乌克兰新型弹道导弹 也已成功通过飞行测试 乌克兰还拥有海王星导弹 在这次论坛上还有一个场面 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 第47机械化旅的FPV无人机飞行员奥雷尔 被授予金星勋章和乌克兰英雄称号 这个英雄的确厉害 才25岁 但如果你看看他的战功 就会对他肃然起敬 自古英雄出少年 FPV无人机飞行员奥雷尔 仅在2024年1月至5月 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就在战场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共计消灭了434名敌方人员 打伤346人 并摧毁了42辆坦克 44辆BMP 10辆MT-LB和28辆BTR-APC 10月3日 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称 乌军使用 A-Teknus战术飞弹 成功击中了俄罗斯 尼波M雷达综合系统 这套系统据称十分先进 而且造价不菲 每套系统的造价 约为1亿美元 目前俄罗斯仅剩10套 他们补充说 这种先进雷达 对于侦测和追踪空气动力学 和弹道目标至关重要 一旦被摧毁 将大大削弱俄罗斯的防空能力 俄罗斯声称 尼波M的射程为3800公里 可以探测到F-22和F-35飞机 不过现在看出来了 还是纸糊的 能探测到F-22和F-35逆踪飞机 却看不到A-Teknus再戳他们的眼睛 网上流传这么一张照片 将以色列总理 文雅明内塔尼亚胡 冠以中东扫黑组组长的大名 称他为嘴炮终结者 专制各种游忙无赖 您别说 还真是实至名归 以色列天不怕地不怕 惹毛了 天王老子我也诈 这不 以色列居然空袭了叙利亚的俄罗斯空军基地 招呼也不打一个 一点都不给俄罗斯面子 10月3日 以军空袭位于叙利亚 拉塔基亚南部港口城市 贾伯来的俄罗斯赫梅米姆空军基地 据悉 以军至少使用了30枚导弹 袭击持续45分钟 俄军弹药库被击中 引发持续数小时的巨大讯爆 爆炸声几英里之外都能听到 叙利亚媒体报道 叙利亚和俄罗斯防空部队 在拉塔基亚 贾伯来和塔尔图斯等地 对敌对目标 进行超过50分钟的拦截 但军未能成功 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再次用事实向世界证明 他们就是一堆废铁 以色列为什么会收拾起 叙利亚的俄军基地来了呢 因为以军誓言 要阻止伊朗向黎巴嫩针 主党运送武器 而这些武器 通常通过叙利亚运送 这次被击中的 就是临时转运的弹药 存放在叙利亚的俄罗斯 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内 这些武器最后会被运网黎巴嫩 被真主党用来对付以色列 普京现在发现 它的红线毫无意义 只存在于童话故事中 直接对俄罗斯动手 看来以色列终于真的不忍了 可以说 以色列做了北约应该做的事 来一张进警 俗话说 打折打七寸 除了让领导先走 还要断其后路 阻其粮草 当以色列确定一架伊朗飞机 为真主党卸载武器后 果断空袭了存放武器的 叙利亚俄罗斯赫梅米姆空军基地 完全不把昔日中东老大哥 俄罗斯放在眼里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以色列警告意味明显 无论真主党的弹药位于哪里 以色列都会打击 哪怕面对俄罗斯 以色列也无惧压力 内塔尼亚胡曾表示 中东没有以色列无法到达的地方 俄罗斯更加无需多言 有意思的是 俄罗斯并没有谴责以色列空袭叙利亚的俄空军基地 这个细品一下就大概明白了 内塔尼亚胡为这一刻等了20年 夙愿该实现了 该基地是俄罗斯在中东最大的基地 更是俄在中东最大的武器库 常年向哈马斯和真主党提供武器 比如这些俄罗斯武器 就是刚刚在真主党靠近以色列边境的地道中被发现的 长期以来俄罗斯和以色列之间有某种井水不犯河水的默契 每当以色列轰炸叙利亚的伊朗目标时 会提前告知俄罗斯 不至于造成俄罗斯人员死伤 而叙利亚购买的S-300防空系统由俄军控制 每当以色列来轰炸的时候 俄罗斯指挥官不是去喝咖啡 就是去厕所蹲坑 当然 俄罗斯也会提前通知叙利亚方面 而叙利亚方面则会转告伊朗 这就是10月7日以前 以色列轰炸叙利亚时 叙利亚方面很少出现大规模人员死亡的最大原因 然而 去年10月7日以后 一切都变了 有网友把以色列执政党利库德集团领袖维特曼 在10月7日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血腥恐怖袭击后 发表的一番讲话又找了出来 他说 以色列人知道谁是哈马斯的幕后黑手 在我们以色列赢得这场战争之后 我们将确保乌克兰也能获胜 并且让俄罗斯人也付出代价 他曾一直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 还作为特邀嘉宾上过俄罗斯电台 但在10月7日 他7人被杀 从此改变了他 其实就在大约10天前 意大利媒体报道称 以色列空军还轰炸了叙利亚重要港口城市 塔尔图斯 以军战机深夜出击 发射多枚导弹 对位于该港的俄军基地 进行大规模轰炸 目前损失尚不明朗 这座港口也是俄罗斯海军 在中东的唯一一座基地 是其在地中海的落脚点和后勤保障地 是俄罗斯在叙利亚存在的主要象征 2018年 川普下令轰炸叙利亚 俄罗斯的军舰 就是从这里 赶紧趁着战俘飞行过程中 夺到外海避难 美国媒体报道 俄罗斯在叙利亚 常年驻有至少1万人规模的陆军部队 这还不包括空军和海军人员 其中 被以色列袭击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 和塔尔图斯港海军基地 正是俄军在叙利亚 是俄军行动的两个最主要的支柱 还承担了俄罗斯全球化战略的跳板作用 比如重型飞机的中途加油站等 伊朗周二以弹道导弹 袭击以色列 虽然攻击行动已结束 但在国际上荡起的余波未了 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 周三宣布 由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事后没有明确谴责 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 将其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禁止入境 周二晚 随着以色列与黎巴嫩针主党之间的战斗升级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180多枚弹道导弹 其中部分导弹被拦截 部分突破了以国的铁穹防御系统 直达地面爆炸 古特雷斯其后发表声明 称对局势升级感到极为担忧 呼吁立即在黎巴嫩停火 又提到需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随即 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 在声明中表示 古特雷斯没有点名谴责伊朗 这使他在以色列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任何不能像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所做的那样 明确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令人发指的袭击的人 都不配踏足以色列的土地 卡茨还批评古特雷斯 甚至对巴勒基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在去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时 犯下的屠杀和性暴行 也从未公开谴责 相当于为恐怖分子站队 完全没有尽到一个世界领导人的职责 至今联合国都没有把哈马斯列为国际恐怖组织 所有这些行为等同于支持恐怖分子 是联合国古典 2018年美国曾向联合国提出谴责哈马斯决议草案 试图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 但遗憾的是 这次表决并未获得通过 联合国发言人杜亚里克形容 卡茨的禁令是以色列政府 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又一次攻击 古特雷斯本人也随后在周三的安理会会议上回应表示 正如我在4月份 就伊朗袭击以色列事件中所做的那样 昨天我所表达的谴责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我再次强烈谴责 伊朗昨天对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导弹袭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 以色列对古特雷斯的行动 对局势无济于事 强调联合国在加沙开展了极其重要的工作 并对地区安全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古特雷斯曾在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 不点名指责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 担心黎巴嫩会成为下一个加沙 他说他们可以践踏国际法 可以违反联合国宪章 他们可以入侵另一个国家 全面摧毁整个社会 或是完全不顾国内人民扶植 而不会有任何后果 也是在今年9月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丹尼·达农 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 拿着便携式电动碎纸机 现场粉碎了一本联合国宪章的封面 称联合国大会是马戏团 他还在接受采访时称 联合国应该关闭 并从地球上抹去 该言论遭到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塔希尔·松尼回怼 如果联合国是马戏团 那么以色列就是马戏团里的小丑 不过最近就有一件让联合国很丢脸的事 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也就是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专员 周一否认他知道被以色列炸死的联合国雇员 法塔赫·谢里夫·阿布·阿明 是黎巴嫩·哈马斯的领导人 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联合国的雇员竟然与恐怖分子有关 而现在却声称对此毫不知情 谁会相信呢 难道说不知道就可以免除责任吗 联合国的信誉已经被这些人损害殆尽 如果以色列的情报能力没有那么强 这些在联合国内部的哈马斯和真主党 就能轻易将责任再次推给以色列 以色列的斩首行动最近一直停不下来 伊朗革命卫队今天表示 伊朗驻叙利亚的军事代表迪瓦尼州 在以色列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一次精确打击中身亡 以色列国防军宣布 已经消灭了加沙地带哈马斯政府首脑 拉夫哈·穆斯塔西 最近领导们日子太不好过 一个个的都先走了 根据美国媒体Axios的说法 以色列官员表示 他们将很快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弹道导弹袭袭击的重大报复 目标可能包括伊朗石油工业 防空系统和伊朗各地的其他战略站点 以及针对伊朗关键人物 华尔街日报认为 以色列可能针对伊朗的核设施下手 哈马斯已经奄隐一息 真主党管理层被团灭 以色列趁着机会 准备一鼓作气消灭真主党 这让背后的伊朗十分难受 内坦尼亚无法是让伊朗付出代价 绝非虚言 中东战斗持续一年 这一切都远于10月7日的袭击 哈马斯突然发起袭击 真主党也袭击以色列 到底是谁要搅动中东局势 谁在出资 谁在援助 也许以色列早已经有了答案 以色列正一个个拆解 一个个应对 现在轮到伊朗了 但问题来了 目前的政治现实 却可能要让内坦尼亚无 留下巨大的遗憾 怎么回事呢 这两天 关于伊朗袭击以色列战股的消息满天飞 国内检中网都在说 伊朗打掉了20架以色列F35战机 但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凡见识过铁穷的水平的 也都不至于相信 被重点保护的空军基地 会被伊朗炸出的好歹来 实际上 以色列国防部的评估已经出炉 伊朗的导弹袭击没有效果 绝大部分导弹被拦截 以色列军队所有的战斗机 无人机 其他飞机 弹药和关键基础设施 都安然无恙 没有受到损坏 事实上 对于这个结果 估计内坦亚武会很遗憾 为什么 这个时候 以色列被炸得越惨 比如 哪怕真被干掉一架F35 以色列的复仇越名正言顺 否则 必定会遭到西方道学先生的撤肘 比如现在 拜登和哈里斯都宣布了 反对以色列报复 尤其是反对以色列 打击伊朗的核设施 可以想象 为了自己的选情 拜哈两人绝技不会允许以色列人冒进 在这个结果眼上 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幺蛾子来 有些事 连扫黑组组长也无能为力 不过 各位观众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 你们认为 内坦亚胡会不会轰炸伊朗核设施呢 老内会不会不管三千二十一 先干了再说 以色列前总理 纳夫塔利·贝内特 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以色列现在拥有了50年来最大的机会 可以改变中东的面貌 曾经擅长操盘的伊朗领导层 今晚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摧毁伊朗的核计划 及其中央能源设施 并致命地削弱这个恐怖主义政权 为了击中恐怖章鱼的头 他懦弱地伸出触手来谋杀我们 而阿雅图拉则安全地坐在德黑兰的宫殿里 其实这话只有一个意思 擒贼擒王指导黄龙 以色列时报今日刊登消息称 以色列侨民事务部长阿米凯齐克利 已向哈梅内伊发出信息 你是我们地区所有问题的根源 别担心不会持续太久 而以色列议会议长阿米尔奥哈纳 甚至用波斯语向哈梅内伊发送了信息 向你的末日问号 外媒解读为这是以色列将斩首伊朗精神领袖 哈梅内伊发出的明确信号 目前德黑兰的超市货架已经被当地人迅速清空 每个人都在期待着以色列的回应 此前有报道称 由于当地货币跌至新低 伊朗人纷纷提取现金并兑换成美元 导致自动取款机现金告情 以色列的字典里没有拭目以待 强烈抗议强烈谴责 严正声明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些残 他们信奉的是拳头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打完不解释 不声明 不客气 以色列军队在技术上 比伊朗军队更具优势 这跟美国的军事和财政支持分不开 美国长期以来 一直试图确保以色列在中东的战略优势 这是美国对犹太国家安全承诺的一部分 比如 以色列是迄今为止 中东唯一一个可以从美国购买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战斗机的国家 F-35战斗机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武器系统 而F-35战机可以说是目前毁灭 伊朗核设施的最佳利器 伊朗的战斗机大多是1979年革命前开发的旧型号 所以伊朗希望通过与俄罗斯不断升级的合作 来升级其军事能力 到目前为止 伊朗最想要的高端俄罗斯军事装备 包括苏-35战斗机 为弥补技术上的劣势 伊朗军方造了大量弹道导弹和学航导弹 以及廉价无人机 在4月对以色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上 伊朗发现 要突破以色列强大的防空系统是一项挑战 首先 要绕过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 其次 是以色列的舰式防空系统和铁穹防御系统 据以色列军方表示 这些系统与美国和该地区的其他盟军 一起拦截了伊朗发射的300多架无人机和导弹中的99% 制裁和政治孤立阻碍了伊朗获得外国军事技术的渠道 所以 他自行研发武器 包括4月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彭博社说 外界普遍认为 以色列还拥有核武器 尽管他从未承认过这种能力 而如果伊朗领导人选择将浓缩油 提纯到通常用于此类武器的90%水平 那么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浓缩油 来制造几枚核弹 不过 他仍需要掌握制造武器的过程 才能生产出能够击中远程目标的可操作装置 伊朗的武器库 包括地对空导弹系统 包括俄罗斯的S-300防空导弹 以及国产的奥尔曼反弹道导弹系统 这些系统远不如以色列的防御系统 以色列的防御系统已经经过实战考验 因此 伊朗更喜欢不对称战争 而不是跟以色列硬碰硬 面对面的作战 现在 全世界都在屏住呼吸 等待着以色列发动反击 包括斩首哈梅内伊 摧毁伊朗的石油设施 甚至是核设施 因此 我们给大家分享 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 直接对伊朗人民的隔空喊话全文 大家一起来细细品一品 全文如下 我经常谈论伊朗的领导人 然而 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想直接对你们伊朗人民讲话 我希望直接表达 没有过滤 没有中间人 每天 你们都看到一个压迫你们的政权 发表关于捍卫黎巴嫩 捍卫加沙的激烈演讲 然而 每天 这个政权让我们的地区陷入更深的黑暗和战争 每天 它们的傀儡被消灭 问问穆罕默德迪夫 问问纳斯鲁拉 中东没有以色列无法到达的地方 我们会去任何地方 保护我们的人民 保护我们的国家 随着每一刻的流逝 这个政权正在把你们高贵的波斯人民推向深渊 绝大多数伊朗人都知道 他们的政权根本不关心他们 如果他们真的关心 如果他们关心你们 他们就不会在中东各地的无畏战争上浪费数十亿美元 他们会开始改善你们的生活 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政权浪费在核武器和外国战争上的巨额资金 被用于你们孩子的教育 用于改善你们的医疗保健 用于建设你们国家的基础设施 水 污水处理 以及其他你们所需的东西 想象一下 但你们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 伊朗的暴君不关心你们的未来 但你们关心 当伊朗最终获得自由时 而这一天会比人们想象的来得更早 一切都会不同 我们这两个古老的民族 犹太民族和波斯民族 将最终实现和平 我们的两个国家 以色列和伊朗将实现和平 当那一天到来时 邪恶政权在五大洲建立的恐怖网络 将破产并被拆除 伊朗将如从未有过的那样繁荣 全球投资 庞大的旅游业 基于伊朗内部巨大人才的辉煌科技创新 这难道不比无尽的贫穷 压迫和战争要好吗 从库姆到伊斯法汉 从舍拉子到大布里士 有数千万善良政治的人 他们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和光明的未来 不要让一小群狂热的神权统治者 摧毁你们的希望和梦想 你们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你们的孩子值得拥有更好的未来 全世界都值得拥有更好的未来 我知道你们不支持哈马斯 和真主党的强奸犯和杀人犯 但你们的领导人支持他们 你们应该得到更多 伊朗人民应该知道 以色列与你们同在 愿我们一起迎来一个繁荣与和平的未来 全文完 不知您是否觉得 这段话如果把对象换成东方某大国 以及他的邪恶统治政权和独裁领导人 也极为合适 您是否也想用同样的口气 对那里的人民来一个隔空喊话 好的 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要看最全面 最及时准确的热点战场报道更新 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 把视频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 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 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 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 谢谢大家 乌克兰大举歼灭敌军 而红线再被突破 红军村再收失地 乌勒达尔遭轰炸 乌79旅再创佳纪 俄罗斯撤军沃夫·昌斯克 普京再造13.3万人服兵役 美军巧妙绕过远程武区转让限制 第三次黎巴嫩战争大爆发 瞄准中共 美32套鱼叉导弹运抵台湾 美军砸千亿买飞弹 聚焦战场动态 剖析地缘争端 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 我是宇童 视频制作不易 请您尽量看到最后 并给我们点赞留言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谢谢大家 目前库尔斯克局势依然紧张 乌军在该地区继续推进 占领了维赛洛耶 围困了俄军 并向格鲁斯科沃和斯纳哥斯等地扩展 其中一支由CV-90装甲车辆 组成的机械化重队 在维赛洛耶东部发起进攻 地理定位显示 他们成功推进了约2.5公里 同时 乌克兰军队利用FPV无人机和火炮 有效击退了 俄军在普列霍天村附近的大规模反扑 此外 刚刚占领博尔基村的俄罗斯军队也被乌克兰的阿雷伊营殲灭 在克里米亚诺地区战斗未见平息 乌克兰军队正在森林地区集结力量 同时从米哈伊洛夫卡定居点出发 乌克兰军队使用FPV无人机 瞄准布尔舍索尔达茨克耶附近的俄军车辆 发动精准打击 此外 消息称俄军在苏德山区部署了Sikval许克瓦尔部队的后备力量 以应对乌军的持续进攻 BMP-1Sikval是乌克兰升级后提供给乔治亚使用的 不过2008年被俄罗斯捕获 在库尔斯克尽管俄军多次尝试反攻 但乌军依旧活跃 这显示出俄军在资源和战略上的劣势 乌克兰方面报告称 俄军正在增加其部队的数量和质量 试图阻止乌军的进攻 乌克兰作战和战术部队Sikval的发言人在电视上表示 乌克兰守军处于到敌方部队正在轮换 并试图干扰乌军的任务 他指出 俄军的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 我们已经察觉到这一点 但我们将继续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行动 我们的唯一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对敌人造成伤害 并延长他们所谓的收复库尔斯克的最后期限 米斯尼克还提到 普京常常划定各种红线 并给出最后期限 他讽刺到 普京公开宣称命令军队在10月1日前收复库尔斯克 结果如何呢 我们乌克兰人早已习以为常 知道这些红线只会被跨越 而截止日期则被拖延 他表示 我们唯一好奇的是 普京会在何时设定第二个截止日期 但我们知道他的命运将与第一个相同 让俄军来试试看 我们在这里会很好的招待他们 足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近期 乌克兰特种部队还在库尔斯克州战场上 使用了挪威制造的黑色大黄蜂 微型无人机进行侦查 根据乌克兰军文网站报道 这款无人机由挪威Proxdynamic公司研发 仅重18克 续航时间约为25分钟 主旋翼直径120毫米 最高速度可达20公里 飞行范围约2公里 整套设备的总重量约为1.3公斤 黑色大黄蜂因为体积小 重量轻 噪音低且不易被察觉 特别适合在城市环境中执行精细侦查任务 乌克兰军方指出 这款无人机的使用不仅节约了部队的兵力和资源 还能深入敌方各个角落进行侦查 在植被或墙体掩护下 敌人几乎无法从20米外发现其存在 即使在空旷地区 亦需靠近至50米范围内才可能察觉 由于最近以色列行动引发广泛关注 一些朋友询问乌克兰的战斗是否有所缓和 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 俄罗斯目前表现得非常急躁 而乌克兰的战斗依旧异常激烈 在乌克兰战场 俄军在多个方向试图推进 但进展缓慢 波克罗夫斯克、托列茨克、恰夫西亚尔等地的战斗中 俄军久攻不下 损失惨重 在乌莱达尔 俄军依旧未能完全占领该地区 乌军通过灵活的防御策略 给俄军造成重大伤亡 乌东战场烈度最高的地区 依然是波克罗夫斯克红军村 乌军在这条宽度仅为20公里的狭长区域内 成功击退了俄军的所有进攻 在前线 乌军发起局部反击 国民警卫队第15作战卡拉达格旅 成功收复了塞利多夫镇 过去一段时间 俄罗斯人一直继续试图 从彻翼突破波克罗夫斯克的防线 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塞利多夫 并且一度占领了该镇的东南部 与此同时 乌克兰第59摩托化步兵旅的 高地掠夺者无人机群 成功瞄准了波克罗夫斯克前线 苏克莱地区的一辆俄罗斯车辆 在乌勒达尔通往 波克罗夫斯克的战斗中 局势仍然非常严峻 俄罗斯军队大量使用重磅滑翔弹 甚至动用白领弹 试图将这座城市移为平地 最新消息显示 俄罗斯已完全占领乌勒达尔 第36独立卫队 摩托化步兵旅的俄罗斯部队 在乌勒达尔市议会上空 升起了旗帜 乌克兰军队已撤退至乌勒达尔 北部的伯霍亚弗伦卡 10月1日 乌克兰第79独立空中突击旅 成功击退了俄军 在顿涅茨克 科斯蒂安地尼夫卡方向的 大规模进攻 俄军试图突破乌军防线 部署了11辆装甲车和8辆坦克 然而乌军展开了顽强抵抗 成功摧毁了4辆坦克 和2辆装甲车 这次冲突造成俄军23名士兵死亡 另有23人受伤 俄军的进攻 没能取得预期成果 9月30日 俄军在哈尔科夫沃夫昌斯克地区 发起大规模进攻 但由于缺乏炮火支援 遭遇惨重失败 乌军摧毁了大量俄军装甲车和坦克 尽管俄军试图通过人海战术 消耗乌军 但这种策略 造成了大量人员和装备的损失 英国情报部门指出 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沃福昌斯克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在于 俄罗斯从该地区撤军 将力量转移至支持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 另外 与乌军特种部队并肩作战的俄罗斯志愿军 展示了他们在清理骨料场时缴获的战利品 其中包括29个对讲机 显示了俄军在此地的严重伤亡 乌克兰哈尔科夫作战和战术小组发言人 维塔利·萨兰采夫 在电视广播中通告称 俄罗斯军队正试图用火焰喷射器和制导航空炸弹 彻底摧毁位于沃福昌斯克的骨料厂 他指出 该工厂对俄罗斯已无任何战术或战略价值 但失去控制对俄方的形象造成了严重打击 萨兰采夫解释称 俄军正在使用TOS-EA重型火焰喷射器系统 和KAB空头炸弹进行攻击 这是俄军惯用的策略 无法得到的东西就彻底摧毁 尽管工厂已无战略价值 俄军依然试图彻底毁掉 显然是为了不让乌克兰人占据完整的设施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第二突击营指挥官 德米特罗·库哈尔丘克9月30日透露 在他们负责的防区内与俄军的战斗中 战损比达到惊人的12比1 显然对俄方极为不利 然而库哈尔丘克也指出 尽管乌克兰部队不断进行突击行动 有效削弱了俄罗斯第20级团军的进攻能力 但整体战术和作战形势依然十分艰难 库哈尔丘克解释说 尽管乌克兰军队正在大量清除敌人 但俄罗斯方面依然在竭尽全力 恢复其进攻力量 他提到 俄军频繁使用装甲车和摩托车进行突袭 还广泛运用FPV无人机和各种其他无人设备 企图突破乌克兰防线 特别是在哈尔科夫地区的Borova村附近 虽然乌克兰军队防守顽强 但复杂的战场局势 仍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巴赫木特战区 俄军一支摩托化部队 在奥里奇沃瓦西里夫卡附近发起突袭 但行动被乌军侦察无人机发现 乌克兰陆军第三时独立机械化驴迅速做出反应 进行精准炮击 摧毁了俄军的大多数摩托车 突袭行动彻底失败 而在恰西夫亚尔 乌军的反击异常迅猛 在48小时内将俄军退回2至3公里 并从俄军第11空降突击旅 和卢干斯克第二军第4摩步旅手中 驳回了多个村镇 在突袭过程中 俄军知名军事记者 戴尼斯·库拉加遭遇乌军无人机袭击 导致双腿骨折 身上多处烧伤 虽无生命危险 但伤势严重 与此同时 在来曼方向 乌克兰军队第63 第60 第46 和第12亚术旅 通过连续反击 成功收复了多个阵地 由于俄军部分部队 被调回库尔斯克 乌军抓住机会持续反攻 特别是在北顿河以东 乌军深度插入俄军防区 俄军多次尝试反攻 但均被击退 根据俄媒报道 乌军已经越过塞列布里扬卡 继续向纪布罗瓦 和克拉玛托尔斯克方向推进 外界还关注到 普京签署命令 从10月1日开始进行秋季征兵 计划征召13.3万人服兵役 虽然这些义务兵不一定会出国作战 但他们很可能会被派往库尔斯克等前线地区 补充兵力 由于前线的巨大损失 俄罗斯的兵源和装备正面临极限 这次征兵的对象是年龄在18岁至30岁之间的俄罗斯公民 征兵期从10月1日开始持续到年底 根据俄罗斯官方报纸 俄罗斯报刊载的内容 这些征兆对象不属于预备役 并符合征兵资格 若拒绝服役 这些男性可能面临最高两年的有期徒刑 在国际方面 荷兰前首相马克里特 于10月1日正式成为北约新任秘书长 乌克兰问题成为其首要议程 他表示 必须确保乌克兰保持主权和独立 并呼吁欧洲国家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防御 还有消息指出 美国决定向乌克兰转让的JSOW滑翔炸弹 具备改造为巡航导弹的潜力 军事专家奥列格卡特科夫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虽然JSOW本质上是一枚远程滑翔炸弹 但其实际使用范围取决于发射条件 通常情况下 当飞机在高空高速飞行时 JSOW可以达到110公里的射程 然而乌克兰的飞机受限于俄军的防空系统 无法达到如此高的飞行高度 因此乌克兰飞机会选择低空飞行 导致这类炸弹的有效射程减少至约40公里 卡特科夫进一步指出 这一转让举措引发了外界猜测 因为乌克兰可以通过技术改造 将JSOW升级为巡航导弹 这一项目被称为JSOW-12 经过多年研发 作为巡航导弹已经成熟 其射程超过500公里 虽然美国只提供射程约40公里的滑翔炸弹 但乌克兰可以在不需要美国许可的情况下 对其进行升级从而实现更远程的打击能力 通过这种策略 五角大楼巧妙绕过了自身设立的远程武器转让限制 让乌克兰拥有能够打击俄罗斯更深层目标的武器 而俄罗斯对此无计可施 最近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并于9月30日派遣地面部队发动有限的军事攻势 重点针对真主党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基地 外界认为 这标志着第三次黎巴嫩战争的爆发 也是继1982年和2006年 两次黎巴嫩战争后的又一次冲突 有消息指出 以色列国防军已在黎巴嫩边境的 梅图拉、米斯加夫阿姆和克法尔吉拉底地区 设立军事封闭区 令外界无奈地说 尽管以色列的打击行动越过了国界 黎巴嫩政府军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 对此态度冷淡 甚至有黎巴嫩民众对真主党成员拳脚相向 分析指出 黎巴嫩政府军与真主党处于敌对状态 并不愿意帮助这个武装组织 中国军事专家认为 黎巴嫩政府对真主党的壮大感到不安 但由于真主党拥有约十万名战斗人员的强大陆战力量 而政府军的实力相对较弱 无法与之抗衡 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打击 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形成了国中之国的局面 并且它的激进立场和过去的暴力行径 使得不少黎巴嫩民众对其感到反感 在这次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中 一些真主党成员试图躲藏在当地居民家中 却遭到拒绝甚至被通欧 同时伊朗也发表声明 表示真主党有能力抵抗以色列的入侵 不会直接出兵干预 以色列连续多日的空袭行动 已经削弱了真主党的指挥系统 大量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在袭击中丧生 这进一步削弱了其战斗能力 有分析认为 黎巴嫩政府对于真主党和以色列的冲突 采取不干涉政策 可能是在默许以色列削弱真主党的力量 借以减少这个多年来 一直对其构成威胁的武装组织的影响 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工进攻的导火索 可以追溯到一年前的10月7日 当时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了袭击 试图阻止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 破坏中东的和平进程 并希望通过扰乱局势 使美国无暇顾及乌克兰战场 然而 哈马斯严重高估了自身实力 以色列随即展开了全面反击 最终摧毁了哈马斯的领导层 哈马斯在加沙的存在 激进消失 与此同时 真主党在伊朗的支持下 持续用火箭弹袭击以色列 导致以色列北部数十万人逃离家园 还有12名以色列儿童丧生 尽管以色列多次发出警告 真主党仍不为所动 误判了以色列的决心 以色列经过长达20年的准备 在反击中迅速击毙了 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 及其高层 以色列外长卡斯强调 在真主党解散之前 黎巴嫩不会有停火 随着战争的进展 以色列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清除真主党 还包括削弱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 9月30日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 向伊朗人民发表讲话 表示伊朗应停止在中东的资金浪费 并展望以色列与伊朗在未来可能的和平共处 内坦尼亚胡强调 伊朗的代理人体系将瓦解 伊朗本国将获得更大的繁荣 另外 此前德国媒体报道 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警告 当前局势非常紧张 可能会引发战争 伊朗支持的抵抗阵线中的 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 在持续的加沙冲突中 受到以色列的猛烈打击 以军已经清除了大多数哈马斯武装人员 多位高官丧命 包括政治局领导人罕尼亚 在打击哈马斯之后 以色列将军事目标 转向黎巴嫩真主党 并空袭了包括真主党领导人 哈桑·纳斯鲁拉在内的高层 伊朗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伊朗总统府的支持巴勒斯坦 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主席宣布 伊朗已经启动了军队征兵登记 计划向黎巴嫩和哥兰高地 派遣军队与以色列作战 此时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局势逐渐失控 引发国际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表示 必须避免中东地区爆发全面战争 并计划与以色列总理内坦·纳胡 进行会谈 美国目前的战略重点 集中在亚太和欧洲 为了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 美国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 并拉拢印度 日本和菲律宾等国战队 如果中东爆发全面战争 美国将不得不分散精力和资源 应对中东局势 这将影响其在其他地区的战略布局 与此同时 埃及 沙特和叙利亚等国家保持按兵不动的姿态 避免卷入以色列与抵抗阵线的冲突 以色列拥有先进的F-35战机 可以对周边国家进行压制打击 加沙的惨况 使得这些国家不愿冒险成为下一个冲突焦点 叙利亚目前仍未结束内战 担心与以色列爆发冲突 可能引发内部反对派的反攻 而俄罗斯驻军叙利亚深陷乌克兰战争泥潭 也不希望叙利亚局势恶化 巴沙尔政权因此保持观望 此外 美国和沙特正在接近达成双边防务条约 并在9月宣布 向埃及提供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也是这些国家避免介入局势的原因之一 虽然沙特和伊朗最近实现和解 但逊尼派国家对抵抗阵线与以色列的冲突持观望态度 认为持续的消耗符合其地缘政治利益 近期 台湾从美国采购的首批 暗机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和导弹 已抵达高雄港 这批武器包括100套导弹系统和400枚鱼叉导弹 台湾此次引进的是布洛克2U型导弹 据报道 该型号射程比美军现役型号更远 台湾计划在高雄 屏东及云林等地 建立6个导弹部队营区 以提升其防御能力 国军表示 鱼叉导弹的射程 已超过现有的雄风2反舰导弹 显著提升了台湾抵御中国 可能侵略的作战能力 同时 中共也在加紧军事部署 有网友拍摄到 值21远行机是非的照片 显示该直升机正朝着正式列装迈进 值21拥有强大的机动性和火力压制能力 配备航空机关炮 空对空导弹 反坦克导弹 航空火箭弹等武器 有专家推测 其可能在中国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中 发挥重要作用 在国际军事动态方面 美国9月27日宣布 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订32亿美元的多年期合约 用于采购AGM-158B联合空对面摇弓飞弹 和AGM-158C远程反舰飞弹 以强化应对中国军事威胁 这份合约也涵盖了对日本 荷兰 芬兰和波兰的军售 是五角大楼提升弹药生产计划的一部分 旨在增强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实力 同时缓解志愿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 所带来的武器库存压力 此外 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澳洲出售 100枚AGM-88G先进反辐射飞弹增程型 旨在增强澳洲军队压制敌方雷达 和提升空中作战生存能力 这些军事行动显示 美国正在强化其全球防御体系 并巩固其盟友的作战能力 以应对来自中共及其他国家的潜在威胁 好的 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 把视频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 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 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 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 谢谢大家 库尔斯克乌军仍向盯着弓 再多11.3平方公里土地 一架俄军苏尔武战机被击落 飞行员死亡 汉尔科夫俄军精锐伞钉 把气突然散过 乌军第三亚苏里强力回击 113名伞钉允允命杀场 现场惨不忍动 北顿和以东乌军阵地 向一把尖刀插进俄军防区纵身 毅力不倒 乌军四个旅在来曼方向 发起反击收复实力 古洛达尔城破陷落 乌军72旅已及时撤离 俄军下一个进攻方向是哪里 情报最大规模屠杀乌克兰战俘事件 俄军一次屠杀16名乌军战俘 前荷兰首相吕特 接任北约秘书长 释放大礼好 俄罗斯心凉了 莫斯科反对派要在美国开大使馆 印度也跳船 不买俄罗斯天然气了 聚焦战场动态 剖析地缘争端 欢迎收看新冷战知识 我是袁山 视频制作故意 请您尽量看到最后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并且老朋友 请先给我们一个点赞 新朋友等看到最后再做决定 谢谢大家 库尔斯克前线 乌军继续向格鲁什科沃进军 又抓了一批俘虏 与此同时 俄军的反攻也在继续 但过去24小时 没有取得任何可证式的进展 截至目前 俄罗斯人的反攻 唯一拿得出手的战绩 是全面控制了科尼涅沃市区 此前乌军一度攻入了该市区的南部 普京要在10月1日之前 将乌克兰人驱逐出俄罗斯的目标 已经彻底泡汤 新的最后期限是10月15日 这张美国战争研究所 发表了10月2日的最新战况地图中的红色区域 为俄罗斯收复了区域 应该承认 乌军当时攻入的区域 正在被俄军一点点的蚕食 当然 乌军又在格鲁什科沃方向 开辟了新的战场 最新消息是 乌军在该区域又拿下两个小镇附近的 11.3平方公里的土地 两个小镇分别是泰特基诺村 和赫鲁什科沃村 乌军表示普京的前保镖九名都市 业务不经行动起来就像无头的苍蝇 是个极好的对手 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 仍然任人为亲 俄罗斯焉能不败 现在已经很明确 俄罗斯人的牛皮吹破了 原本说10月1号之前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 结果现在库尔斯克的乌军却越来越多 黄俄媒体天天报道 俄罗斯在库尔斯克消灭了多少多少乌军 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 如果报道都属实 那乌军在库尔斯克已经损失超过10万了 到底是谁在帮俄罗斯搞虚假宣传 那6万俄军为什么干不过2万乌军呢 有三大看点 普京要好好的掂量掂量了 第一看点 俄军的实力问题 虽然俄军一直号称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 但从这次战役来看 他们的表现可真是让人失望 就像个纸老虎 看起来吓人 其实不堪一击 第二看点 乌军就像钉子户 死死钉在库尔斯克地区 虽然他们只进驻了两个月 但防御工事却做得相当到位 俄军想赶走他们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第三个看点 俄军的战术落后 从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 他们的战术就一直被人勾病 就像个老顽固 守着二战的战术不放 根本不适应现代战争的节奏 如果俄军再不改变的话 恐怕以后的战争会越来越难打 这是俄罗斯122毫米冰雹多管火箭炮 BM-21在库尔斯克地区 被乌克兰第103国土防御率的无人机摧毁 而俄罗斯战术不行就来蛮力 只是气急败坏的俄空天军 正在自己的国土上 用大当量轰炸 不过今天是库尔斯克 明天可能就是莫斯科 有网友就调侃道 会不会哪天报纸头条 变成了俄军轰炸莫斯科 9月30日 拜登发推文称 乌克兰将赢得这场战争 美国将继续和他们并肩前行 而前乌军总司令扎鲁日尼 也在同一天发推说 乌克兰和美国签署了秘密协议 看来乌克兰的胜利计划 已经得到了拜登的认可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看 这份胜利计划应该是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政治上 有相当一部分是乌克兰的和平方案 另一部分是军事上的 前者将公开 而后者将保密 这是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 1100架 俄罗斯败局已定 拖延时间只会增加俄罗斯士兵的伤亡 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一架俄军苏尔武战机被击落 飞机坠毁 飞行员死亡 10月2日 俄军轰炸机频道发布消息称 一架俄军苏尔武战机被击落 另一个亲俄频道也报道了 一架俄军苏尔武战机及其飞行员的损失 本来在哈尔科夫以北沃夫昌斯克地区 自乌军收复骨料厂后 俄军已基本被逐出了该地区 战场重点逐渐转移到了东面的酷皮扬斯克 来难一线 但没想到的是 不甘心失败的俄军 再次纠结起由21辆坦克装甲车 以及140余名精锐散兵组成的突击群 气势汹汹地向乌军第三亚术旅的防须扑来 作为进攻型部队 乌军第三亚术旅 前身为亚术特种部队 与侧重防守的第十二亚术旅不同 攻击力爆棚 于是精彩大戏随即上演 双方以攻对攻 流出的视频以及战场地理图片显示 进攻俄军的17辆BTRB装甲车被摧毁16辆 3辆T80坦克被摧毁1辆 113名散兵阵亡 由于乌军使用了极数弹药 现场惨不忍睹 根据角马情报网提供的数据 来难方向的乌军 第63 第60 第46 第12亚术旅等部队 则通过断断续续反击 也收复了不少阵地 自俄军将一些部队调回本土库尔斯克后 该地区乌军集群一直在持续反攻 而北顿河以东阵地 则是乌军在乌东防线中 插进俄军防区最深的阵地 俄军多次欲夺回该地区都被击退 俄媒Telegram频道称 乌军目前已经越过了塞列布里扬卡 向迪布罗瓦和托尔斯克方向推进 恰索夫亚尔的乌军也发起了反击 而且进展较为顺利 开源情报指出 恰西夫亚尔的乌军48小时内 将俄军退回了两至三公里 从俄军第11空突旅 与卢干斯克第二军第四摩步旅手里 夺回了不少村镇 由于乌军的反击突然而猛烈 原本处于安全区域的 俄罗斯著名军事记者 丹尼斯 库拉加甚至来不及撤退 就被乌军无人机炸翻在地 双腿骨折身上也被烧伤 索性生命无忧 让他感叹乌军战斗力的强悍 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 昨日较为激烈 俄军向塞利多沃北部 与利西夫卡推进中 双方发生了激烈交火 塞利多沃南交 与沃斯维珍卡的战斗也在持续 根据荷兰开源情报的消息 格罗多夫卡定居点昨日陷落 已被俄军控制 乌克兰军方今日出示了证据 俄罗斯军队在波克罗夫斯克地区的 尼古拉耶夫卡村 一次性处决了16名 向俄军投降的乌克兰士兵 尸体显示 俄罗斯人先是让乌克兰战俘排成一排 然后出人意料地向他们开枪 有生命迹象者还进行补枪 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 俄军故意向在森林中被俘 并排站立的乌克兰士兵开火 那些仍有生命迹象的伤员 被自动步枪近距离射杀 乌克兰军方指出 这是俄罗斯人犯下的又一起战争罪行 也是目前已知最大规模的 屠杀乌克兰战俘案件 在武赫达尔高地上 乌军第72旅与57旅 依靠城镇中仅存的坚固建筑与地下掩体 开始与俄军打相战 击杀了大量俄军 目前该镇东南与西部已被俄军突破 其他地区仍有乌克兰军队控制 自2022年8月以来 乌军72旅一直坚守在这里 击退了俄军对该地区无数次进攻 方寸之地上 72旅与其他兄弟部队一起打残了 包括臭名昭著的 和155海军陆战旅在内的 多个海军陆战步兵旅 至少摧毁了俄军400辆坦克装甲车 也让这片高地成为令俄军 闻风丧胆的装甲坟场 乌军72旅对武赫达尔的防御 赢得了世界尊重 2022年8月至今未轮换过一天 目前 乌军的一支增援部队 已经抵达了武赫勒达尔北部 具体是增援还是掩护撤退 目前不得而知 如果现在撤离 还有一条几公里宽的林带 与土路可以撤退 晚了就来不及了 按照乌克兰抵抗组织政治观察员 科瓦联科的说法 武赫勒达尔沦陷的风险非常高 目前尚有107个当地居民没有撤离 也有媒体称 乌军300多名赶死队员 将掩护大部队向北突围 以希尔斯基将军的战术风格 大概率会存人失地来日再战 截稿前的最新消息是 定位图像显示 俄罗斯人已经出现在了 该阵的最东北部地区 电报社交平台上 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 俄罗斯军人在毁坏的建筑物上方 插上了俄罗斯国旗 此举标志 这个乌克兰坚守了两年多的防御要塞的沦陷 已完全被俄军占领 这也是今年以来 俄军取得的最大战果之一 不知道最终这107名当地居民 是否与乌军一起撤出了哪里 乌克兰军事官员和分析家表示 虽然这次失利不太可能改变战争进程 但凸显了基辅的处境日益恶化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俄罗斯为这个面积达3.5平方公里的大型定居点 损失了成千上万的部队和车辆 甚至连代价高昂的巴赫木特战役和阿富迪夫卡战役 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据路透社10月2日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东部司令部2日称 司令部允许在伍赫达尔的部队撤离 以保存人员和军事装备 穆斯科共青团圆报说 在乌克兰第72机械化旅的最后一批人员 于一日晚弃程之后 武赫达尔终于被俄军控制 目前乌克兰方面的伤亡情况尚不明确 但乌克兰的大部分部队 可能已经避免了被俄军包围 从而幸免了更大的伤亡 这和某些黄俄媒体声称的2000乌军被全肩 形成了鲜明对比 武赫来达尔是一个防御要塞 位于一座山丘之上 四周是开阔的田野 临近有两条主要交通要塞 乌克兰士兵可以在此 远距离观察接近的俄罗斯军队 从这个有利位置 乌军很容易协调反击 这个优势现在落入俄军手中 据美联社报道 自2022年8月以来 一直防守武赫来达尔的 第72旅新闻办公室负责人 阿尔赛尼·普里利普卡说 俄罗斯人的主要策略 是从侧翼包围我们 他们已经这样持续了6到7个月 不断进行空中攻击 由于这种策略 他们成功耗尽了我们的资源 因为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多 俄罗斯平均每天投放 近120枚空头炸弹 每月约3000枚 这些炸弹是苏联时代的武器 经过导航技术的改装 是俄罗斯人所依赖的最大 也最有效的老家典之一 乌克兰军方认为 俄军的下一步 是想将乌克兰军队 赶出附近的库拉霍卧 并将试图通过库拉霍卧 进入关键的战略物流 和交通枢纽城市 波克罗夫斯克 美联社引述乌克兰地面部队 预备议委员会主席 伊万·纪莫奇克的话说 这条防线是相互连接的 敌人如果无法将我们的部队 赶出库拉霍卫 就无法进入波克罗夫斯克 或接近波克罗夫斯克 否则 俄军将暴露其正面于侧翼 并遭到严重的侧翼打击 红军村方向 过去24小时 刚刚接受过希尔斯基将军 嘉奖的乌军第68独立狩猎旅的 多夫布什大黄蜂队的士兵 在死亡之路上 消灭了大量的俄罗斯人 大概在下途红圈的位置 目前 俄军正冒着极其惨重的损失 继续朝着M30高速公路推进 但遭受了惨重损失 而乌军则在其南面的塞利多夫反击 双方的进展都不大 酷皮杨斯克方向 俄罗斯军队发起了几个月来 最大规模的机械化进攻 准确来说是自杀式进攻 试图到达奥斯基尔河 俄军的进攻分为两队 一队大约有40多辆装甲车 向科利悉尼基夫卡方向移动 另一队约有20多辆装甲车 向克鲁利亚克伊夫卡方向移动 第一个纵队很快就被乌克兰第77空降旅的 无人机发现 并迅速发动攻击 第二个俄军纵队被发现得更早 来自乌克兰第92突击旅的 阿卡留斯无人机攻击营的操作者 甚至在敌人越过田野之前 就发动了一群自杀式无人机来阻止敌人 最终两个纵队的俄军几乎都被全歼 损失了60辆坦克装甲车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随着以色列开始入侵黎巴嫩 以消灭真主党 乌克兰从黎巴嫩撤离了134名乌克兰国民 尽管战火连天 但这个国家也没有忘记它的人名 希望克里姆林宫和他的通道们 能够早日明白 在如今这个时代 攫取多少领土都是浮云 人只有人才是最重要的 法德国防巨头K&S 在乌克兰正式开设了一家工厂 该工厂将维护和修理暴使坦克 和凯撒火炮系统等关键武器系统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又有两位中国籍黄俄雇佣军 在前线战死 在乌克兰大地上 成为这片肥沃土地上的花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基辅国际国防论台上表示 过去两年 乌克兰国内弹药产量 呈指数级增长 并成功测试了自己的弹道导弹 他表示 乌克兰火炮和迫击炮弹药产量 比2022年多出25倍 现在每年可生产400万架无人机 并已签订150万架合约 此外 每月还能生产15至20门伯达纳兹走炮 西方的支持固然重要 但乌克兰的自强才是根本 路透社消息 俄罗斯雄心勃勃的 北极液化器二号项目 再次遭遇挫折 就在欧洲和亚洲多个国家退出以后 昔日俄罗斯重要的客户印度 也开始表态 印度石油部长 潘卡杰周五对记者表示 我们不会购买任何受制裁商品 对于受到广泛制裁的商品 印度是不会碰它的 印度与俄罗斯越走越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日前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 被问及普京的核威胁后表示 普京热爱他的生活 他的生活方式 以及他管理他人生活的方式 我可以肯定地说 一个把自己生命视如珍宝的人 怎么敢使用核武器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 他其实才是最害怕使用核武器的人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当下俄军只要战场上 出现一次大的失败破窗效应 就会导致脆弱的建筑烟消云散 因为当下的俄罗斯 已不是与乌克兰交战 而是与人类文明进程 以及世界发展为敌 一 洪流浩荡 绝不是野心和欲望所能够抵挡 泽连斯基这次的美国之情 可谓满载而归 根据第三方媒体报道 我们总结为八项收获 一 获得诺贝尔奖提名 二 回国后民意支持率飙升 乌克兰门户网站民调显示 泽连斯基支持率飙升到了88.32% 三 美国总统拜登亲自站台 承诺加大对乌克兰支持 四 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军事援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言 乌克兰获得的美国军事与资金援助 足够支撑到拜登任期结束 此外 乌克兰还得到了一大批来自欧洲的援助 五 与马斯克会面 确定了星链在乌克兰运行 六 通过与美国商界精英互动 为乌克兰吸引来一大批投资意向 七 当着全世界把乌克兰问题摆在了台面上 将俄罗斯置于更大的外交被动 八 与川普缓和了关系 用谦卑的低头换来了乌克兰未来的骄傲昂首 泽连斯基此行也印证了民间一句话 努力了不一定成功 但不努力一定会失败 而那些嘲笑泽连斯基乞讨者 你们倒是可以走出国门试试 看能不能乞讨回十亿美元 思想单纯 能够被理解 道德矮化则会被世界耻笑 祝福乌克兰 刚刚 前荷兰首相从斯托尔滕贝格手中 接过了北约秘书长的职位 俗话说 冤家路宅 这个消息对穆斯克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 马克里特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 上任第一天就立即宣布 支持乌克兰是他的首要工作 必须确保乌克兰是个主权独立 民主自由的国家 他说 我们必须确保乌克兰 仍然是一个主权独立民主的国家 支持乌克兰将是北约最重要的任务 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独立的乌克兰 欧洲就无法实现长久的和平稳定 吕特在就职演讲中 还专门提到了MH17马航事件 被俄罗斯击落一事 他指出 那是他作为荷兰首相期间 发生的一起惨剧 198名荷兰公民冤死 是他与荷兰人民心里 永远无法磨灭的创伤 俄罗斯也意识到 吕特接任北约秘书长 将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 俄罗斯客公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日表示 俄罗斯很了解北约新任秘书长马克·吕特 吕特在担任荷兰首相期间 就对俄罗斯采取了不可接受的立场 所以俄罗斯认为 北约不会在对俄立场上有什么改变 吕特担任北约秘书长还有一个好处 吕特是川普不多的尊敬 且说话愿意听的人 此外 在2024年 美国国防预算案中还增加了一项条款 美国总统不再拥有退出北约的决定权 拜登已将该法案签署成了法律 很显然 拜登此举就是针对川普如果当选 动辄就退群 以及青鹅丑乌灰色金像制定的 自由电台昨日报道 由俄罗斯前议员伊利亚波诺马列夫领导的反对势力 决定在美国首都开设一家代表处 为此 波诺马列夫购买了离国会大厦两个街区远的豪宅 并将利用这栋建筑在11月开设抵抗普京政权代表处 由波诺马列夫担任领导 大使馆门前将飘扬自蓝白旗帜 欧盟旗帜和北约旗帜 代表处目前对外暂时的英文名字 是俄罗斯自由人民之家 俄文为俄罗斯华盛顿地区委员会 大使馆负责人是自由电台前记者 和前美国国务院官员阿列克谢·索布勤科 按照索布勤科的说法 他将担任俄罗斯驻华盛顿特委第一书记 第七届俄罗斯国际能源论坛周 近日在莫斯科开幕 唯一参加开幕式的国家元首 是赤道吉内亚总统 特罗多罗·鲍比昂·姆巴索哥 自1979年以来 姆巴索哥统治赤道吉内亚已45年了 利普希茨经济数据显示 姆巴索哥的个人财产至少10亿美元 而该国公民大多生活在贫困中 关键是俄罗斯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吗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高级助理巴拉兹 昨日在接受曼迪娜采访时表示 如果俄罗斯攻击匈牙利 匈牙利不会进行武装抵抗 因为我们不会像泽连斯基那样抗拒入侵 他不负责任的行为将国家拖入战争 巴拉兹寡先廉耻的言论一出后 匈牙利反对派领袖立即要求其辞职 福布斯昨日报道称 美国总统拜登将亲自参加10月12日 在德国举行的拉姆斯泰因联络小组会议 这对乌克兰来说无疑是大利好 拉姆斯泰因会议一般是各国防长参与 很多时候甚至在线上举行 如今世界第一大国首脑亲临 其他西方国家首脑也势必亲自到会 将提高会议的规格深化议题 并扩大援助规模 而拜登10月份出访欧洲 也将促进整个西方阵营 更加重视乌克兰战争 为乌克兰争取到更多支持 最后我们用乌克兰著名女诗人 塔拉斯·伊利亚的一首诗作为结尾 女诗人9月25日掏洒鲜血 战死在了乌克兰战场 我是一颗寒泪的星光 在暗夜里摇看基辅的悲伤 我是一片孤黄的夜 在地孽薄荷上游荡 我本是春天的阳光 却变成了冬日冰霜 冰霜如箭 刺杀了强盗与善良 我爱自己 爱我的祖国 如果我倒在战场上 请不要悲伤 用战旗擦去我眼角的泪霜 我若躺在荒野 请不要悲伤 微风会浮去我脸上的沉霜 我 无限荣光 好的 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要看最全面 最及时准确的俄乌战场报道更新 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 把视频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 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 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 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